因為你以前本身就是一個很自戀的人 蛤 我有嗎 我覺得你這次你真的也不太一樣 有點演得有點憨厚的感覺 是啦 跟我本人的個性比較接近 蛤 可能我現在最不希望的就是 看到自己很帥啊 因為比較帥就不會得獎 詩文哥 你幹嘛 為什麼這麼突然給我吃飯 是有老公的人 太隨便約了 真的 我們努力了這麼久啊 我們的這個新戲美麗人生就要上檔 我們這個戲呢 可能是全台拍透透 都沒辦法這個好好坐下來 好難得喔 吃個飯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好好表現一下 那個就先對不起你老公 不是啦 我們的這個背景是在旗津嘛 那旗津這個的特產就是烏魚子 所以這個厲害的餐廳呢 就是烏魚子的特色料理 對不對 你不要 好 你不要放心 不是 你不要 你不要 我叫放心 對對對 放心你不要放心 所以我很擔心 放心你不要擔心 OK 我已經都點好了 放心要放心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你看這個烏魚子這麼大塊 你去哪裡找這麼大塊的烏魚子 放在它的炒飯 所以會很貴嗎 對不對 你今天不要管錢 我處理 然後這個呢 這個是烏魚子的這個起司堅果 然後你看這個 這是米果嗎 這個就對 烏魚子棒棒糖 烏魚子棒棒糖 對它外面還撒上米果 等一下米果掉了 先不要動它 好像吃喔 你看這個就是烏魚子跟芋泥的香芋 然後像花瓣一樣 那就小弟來幫你服務啦 好的 因為戲裡面你來我酒吧 都是我服務你 所以今天是換你服務我 你有服務我嗎 你這個戲裡面只有欺負我而已 你是不是服務我 你大顆烏魚子 烏魚子 最大顆的在這裡 好香耶 我是決定把它留給你 應該要下酒 下酒 對你是酒吧的老闆娘 對啊 對不對 我一直很想吃這個棒棒糖 對啊那棒棒糖 最好它裡面除了烏魚子之外 還有什麼 喔 有蘋果 有蘋果啊 烏魚子就是要加蘋果 還有那個什麼 蒜 真的好好吃喔 這個 我們認識這麼久 是不是很少吃飯 對啊 都是大部分都在戲裡面 起比較多 那我們到底認識多久 我想一下 那我知道我們 其實我也Google了一下 就是從我們合作的戲嗎 嗯 大概二十年 富君千行雷 哇 富君千行雷 二十年了 二十年前 對 二十年前 富君千行雷 哇 我覺得我都 好久 我那時候好像都還沒起我跟妳講 那可怕 但我那時候 好像已經離婚了 我印象中 你以前的角色都是比較 楚楚可憐對不對 對 但是妳這是這個酒吧老闆娘 我覺得這個尺度有點大 哪一樣的尺度要講清楚 對啊 我覺得還滿猛的 你知道這樣很過癮嗎 就是以前我演的角色 都是被欺負打壓 然後楚楚可憐的那種 悲情語 對啊 就是比較悲情的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我 可以演到這個角色 我還滿開心的 這是一個挑戰啦 就是 以前沒有這麼放的演 對啊 但我覺得妳也很不一樣 因為妳以前本身就是一個很自戀的人 所以 蛤 我有嗎 我覺得妳以前的戲真的演得還不錯 接著角色又都是那種需要帥帥的 這一次妳真的也不太一樣 有一點演得有點憨厚的感覺 是啦 跟我本人的個性比較接近 蛤 我不是認識妳20年嗎 因為個性哪是這樣子的啊 所以妳看這20年妳都不了解我啊 蛤 這次妳是老大了 強勢一點 對 那我就把這個干了 來 邊吃邊聊啦 不要急 而且我覺得我剛剛講說 認識的角色跟你以前不一樣 但還是有自戀的特質在 因為我覺得 妳把這個角色設計的 雖然他呆呆傻傻的 但是該帥的地方還是有帥 有帥到嗎 有 英雄救美那一段我覺得超帥的 可能我現在最不希望的就是 看到自己很帥啊 因為比較帥就不會得獎了 像我認識一些得獎的 其實都長得還好 哪有 他們都是我好朋友啦 他們如果有看到這段影片 他們知道我在說他啊 那我們這個時代背景 跟我們的年紀還是有點差距 60年 所以我們還沒出生的時候 對對 真的還沒有出生 但我們戲裡面 我們演的就是去賓果市嘛 你說那時候談戀愛嗎 我們的主景好像就是賓果市 就是很單純啦 賓果市啦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這裡面我喜歡 就是可能 我被你吸引是因為 你是那種憨憨厚厚 因為徐勉這個角色 就是一個比較大姐頭 因為在江湖走他 所以他的氣勢 可能會是那種比較高的 然後我是退伍軍人 對 所以這個就 你就很 這種就很矛盾 我是本神 你是外神嘛 有一點是那種 我在裡面是外神 對 可能這樣的男生會打動 戲裡面的那個徐勉 因為他 強勢慣了 遇到一個小男人 好像就覺得 有被收服的感覺 但像我以前 那個時候的 我是喜歡 年紀大我很多的 所以你年輕的時候 對 是十幾二十歲的時候 是喜歡年紀比較大 對 而且要大很多 其實年輕的男生也喜歡年紀比較大 真的嗎 嗯 我記得我那時候十幾二十歲的時候 就覺得有化妝的女生都好漂亮 但是我現在覺得 真的有化妝 想他遇到一個沒化妝的都很難 哈哈哈哈哈哈哈 像我以前交往年紀比較大的男生 我都以為他可以照顧我 所以比較安全 所以很幼稚啊 對 超幼稚的 所以現在我 我現在 我老公小我兩歲 嗯 我本來覺得他非常成熟 好辛苦啊 所以好辛苦 沒有 這個湯真的是 很好喝 嗯 非常的濃郁啊 那請問一下飯後有什麼 茶 台灣的禁手 禮茶帶走嗎 我跟你講這是現實生活 不是你戲裡的角色 對不起 我是不是入戲太深 就是一直要拿酒出來 你不要一直 不要再拿酒出來 所以我們要喝茶 喝茶 而且這個茶的名字 就跟你一樣 東方美人茶 哦 所以你是說我是美人嗎 喝了之後 還是喝了之後會變美 最主要是你還是東方的 哦 哈哈 我還沒聽到 我覺得有這個 嗯 東方美人茶 你確定這是茶嗎 光看這個杯底有金魚 不是那個 外對人當奇奇迷嗎 很有趣的 對好可愛哦 這個真的非常有趣的一個茶組 那我們就以茶代酒 我們先敬一下我們這個 這個友誼 我們的美麗人生 吃飽喝酒以後 我們該辦點真事吧 好好的宣傳一下 我們的這個新戲 對 這是台式60週年的台慶大戲 主要演員 除了我們兩個之外 除了我跟薯仁哥之外呢 還有很多很優秀 而且從來沒有在台語八點檔出現的演員 對 比如說像王樂妍 王樂妍 他從來沒有演過台語劇 然後這次來擔任女主角 對 然後謙文 謙文 就是一個清新的小伙子這樣子 張艷明也是我們第一次合作 但是他也不會講台語 為什麼呢 他還是一面跟你一起演那個 外選人 還有邱綺文 然後還有王正復 王正復 對 然後說文傑啊 資傑啊 還有當然龍哥 對 龍少爬大哥 嗯 我們這個戲呢 是非常豐富的 從60年代一直到 可能會演到現代 所以我們可能有 會有三個不同階段的我們 包含了很多的親情啊 愛情啊 勵志啊 真的真的 但是一個很勵志的大戲 就是很寫實 我們的人生 也是你們的人生 對對對 所以 台視60週年 台慶大戲 美麗人生 敬請期待 期待 我剛才 看見我的女生了 就是七血路 我聽說在那裡的女人 都穿得很清涼 會露胳膊 先生 我看見我的車 你有這塊藝術嗎 是不是 你的女生 嗯 真的很好 我沒看到 會不會讓他帶過人 台視60週年 台慶大戲 比麗人生 敬請期待 謝謝你 謝謝你 我對點 這塊藍術